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个人从小就体落头病 然后中间发生了 好坎坷哦 小时候这么多病 对对对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跟佛洛伊德有的爱很清楚 那我们这一集要来到了 他的这个人 这个学派的精神 好啊 那嘉玲你今天来跟我们说说什么呢 我今天讲讲看能不能讲几个 比如说我等一下先讲 主观的经验在阿德勒的这个学派的重要性 然后还有自卑跟补偿 然后再来我会讲一些社会兴趣 然后如果有时间我们就讲早期记忆 我猜差不多就这样 手足应该这一次不晓能不能讲到 我先讲阿德勒的这个理论呢 他非常强调个体的知觉 个体主观怎么看待他的经验 那他也是我们所谓现象学 把现象学带入心理治疗的主师爷 这边开始带出现象学是什么 好 现象学其实是从欧洲的一个哲学的一个 一个理论 就是以前就是对于现象的概念是 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质疑 就是怎么办 哲学不是我拿手的 好先不去那里 好总之呢 就是他会他对于你是怎么看待经验的 大过真正的真实 OK 你怎么诠释比较重要 OK 你怎么想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而不是这件事情真的是事实是什么 或者会不会真的造成 又举一个例子 我就有一个大家应该听了之后会觉得很好笑 那麻烦你们不准在听到的时候偷笑 我虽然我也不知道 但这个就是所谓的真实 你的信念大过真实的一个蛮好的例子 比如说养妈妈小的时候 他就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 但是他就跟我说 不可以用手指头指月亮 我觉得如果听到你这 这个时候你听到你有共鸣 就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年代 妈妈都会这样教我们 你手指月亮 你的耳朵都会割掉 好我问你哦 嗯 我很信这件事 那我们同一个妈妈 她应该也有这样教你 你有信这件事吗 我有啦 你也有 我但是我很 呃到没有多 到 每个小学的时候我就想 就觉得这是假的 我没有一辈子相信这件事 我也很大就知道 这是假的 嗯 可是如果你问我 我会不会 你会不会现在指月亮 会有点啪啪的 我还是会 对我还是可以指 我也知道我不会怎样 可是我就是内心 会有一种啪啪的感觉 哦 所以这就是 主观意识 比较 重要 就是他那个早期的经验 已经在那里 那个连接已经在那里 就就形成了 所以就算我已经受过 很多的训练 我也知道 这根本就是个假的 嗯 可是我就是会 care这件事 而这个 你care的反应 其实就是 阿德勒会非常在乎的 是你care这件事情 很重要 而不是到底这件事情 到底会不会被科尔多 很重要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也讲到一个东西 叫做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 你是父母 嗯 你是 是人家的师长 或主管 OK 如果你 我觉得人的理解 跟人与人之间的 那个相互的 好的互动 就是从这里开始 嗯 就是你不要觉得 对你来讲 这不是个事 或这件事很瞎 然后你就否定了 他的状态跟感觉 哦 比如说对你来讲 指月亮不是 比如说球开 也常常都会笑我啊 他根本就没有被 暗示过这件事啊 嗯 所以如果他比较 比较讨人厌一点 他就会说 你很白痴耶 你居然 相信这种事情 对 那这就是没有去接受 这个人的主观感受 OK 就是他是不是为真 当然这件事情可以讨论 可是我们 我们尊重他 有过这样的经验 嗯 跟他就是会这样怕 但只要这个怕 假设没有造成太多 现实上的困扰 其实就让他怕 自己也不会怎样 OK 对吧 你们就是 你就笑笑我嘛 对不对 我偶尔也会笑笑自己嘛 那就让他存在着 不会怎样 没有一定要被拿掉 OK 好 可是如果这个东西 确实已经造成了 某种影响 就是我连看到月亮 我都会怕 那我们再来决定 要不要治疗这件事 OK OK 好 了解 所以这就是一个 很基础的概念 它比较去离 去全然的包容 就是你会这样想 一定有你的原因 对对对 那我要先先 尊重你有这个东西 而不能 就是一片概念 就觉得 这个我身上没有 你就没有 你就不能有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人际之间会有冲突的来源嘛 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 我不这么想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然后我们就很想要角力了 对对对 就开始想说 我想说服你 变成跟我一样 对啊 我的才是对的 嗯 所以我们再从 阿德勒就知道 你要尊重别人的主观经验哦 我们要先有尊重 但是 认同与否 或者是 那我们后面再说 这样子 这时候我就插话一下 虽然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合不合理啦 但如果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你也提出来就是相较于 弗洛伊德 古典 古典分析学派 古典精神分析学派的话 他如果对你的诠释 他听完你的东西 他对你有个分析说 哦 你这个就是因为爱妈妈 你太爱你妈 所以才会这样 他的那个不容之一性 是比较高的 哦 可是阿德勒在这里的诠释性 他给你的空间会比较大 OK 好 那我们再讲到第二个 阿德勒非常重要的 一个概念就是自卑 因为从他自己小时候的关系 他确实是小的时候很自卑 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哥哥 哥哥嘛 你有自卑吗 我有啊 我从小都会被 被就是 大家就是知道 家庭就很会念书 我从小都会说 你就是 你怎么那么不会念书 你姐姐那么那么会念书 然后我就对于念书这件事情 我就是有那种 很大的压力 就会觉得 后来已经到的是放弃 我觉得 就是觉得 反正姐姐那么会念 那我就算了 反正有一个人会念就好了 OKOK 如果你接受分析的话 因为这一段应该会很有趣 然后我们就不要在节目上 就是把你 有点拔开来 你就自愿 你自愿你讲 我就 我就陪你 但不要强迫 自卑是每个人都有的 比如说在宣宁上 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姐姐 所以功课对他来讲 会有自卑感 可是我也有啊 我功课已经很好 对不对 对啊 但我的自卑就会是别的 比如说我前面有个哥哥 那我们家没有非常重的情侣 没有到很严重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 还是有一点 还是有一点 就长孙 我哥是长孙 长子 就对男生的那个 多一点的期待感 你还是会有感觉到的 就是小朋友就会有感觉了 所以我也会有一种 为什么 凭什么 就是我是女生就不能怎样 的这种议题在 所以他都不是拿来论对错的 或者有没有必要 如果这是我爸妈听到 就是说你很无聊的 就是 那你们两个就不一样 对对 可是对个体而言 非常强调个体的 概念的状态 就是我就是这样想 我就这样看待 然后我 我们等一下看看 你没有讲到早期记忆 我生命中 第一个记下来的事情 它就是我的诠释了 OK 无论那件事情 是不是为真 有可能有时候 我们去核对 比如说我那时候 问我妈说 妈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纸月亮的事 然后我很害怕 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 他回你什么 他说有吗 然后他就回说 那你干嘛信 他说你干嘛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就是 有些事情 他不是在事实层面上 要核对 因为他没有太大的 没有意义 对 你不讲我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 我有跟杨妈妈核对过这件事 然后他就一副 这件事情 你需要讨论吗 OK 好我们要尊重当事责 所以这个时候 小的时候 比如说你有女儿 我有时候会跟他乱讲一些话 我都会制止你说 你不要乱给他 奇怪的信念 他小时候长大之后 他会回头来问我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才好玩吗 好 人生真的不用太干净 我跟你讲 对对 好啦 我们回到阿德勒 自卑感 他是每个人都有的 所以他不是病 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 好像偶尔会 觉得不辱人家 有自卑 或没有自信的感觉 基本上 看在阿德勒的眼里 是好事 他是一种成长的动力 因为有了自卑 所以你会想往前 你会超越 自卑也超越 一种希望自己更好的动力 所以对阿德勒的学派来讲 他你整个人生克服自卑的过程 就是往你人生目标前进 在他的眼里 就是我们这一辈子 都在跟自卑搏斗 只是是不同阶段的 不同的发展议题 很小的时候是比功课 OK 那青春期可能是比谁跟谁好 对 很重要对不对 可是那个被冷落的过程 你可以说他是人际问题也好 可是你也可以说他是自卑的问题 他怎么看待自己 在群体当中的位置 那再大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新鲜人 就是工作 在职场上 有没有一种发光发热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可能迈到了 亲密阶段 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一个归属感 有种被接纳的感觉 所以你会发现 二三十岁的时候 某个议题就会是 到底要不要结婚 对啊 但如果我们这个社会 已经进步到 怎样都好的时候 其实这个不会拿来讨论 所以为什么大家还是会 有一些纠结 是在那里还是有一些 自卑的感觉 如果我没有结婚 对对对 我那个身边的人都结婚了 我是不是很奇怪 对 就是很奇怪 就是会有一些 社会上的氛围 让我觉得好像 好像不那样做也不对 这样做我也没有很想要 对 所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 如果就阿德勒的想法 就是你开始去意识 你自己的概念 然后你对这件事 你的看法 好的状态就是 重点也不是 你最后结了婚 还是不结婚 而是你对于 自己在这个议题里头 你有完整理解 怎么回事吗 哦 你理解了 然后你自己怎么去诠释 嗯 这件事 例如就是结不结婚 这件事情 对对对 或者你透过不结婚 是不是得到某些好处 透过结婚想得到某些好处 他都不会觉得是 哪个才叫对的 哦 对 然后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他的自卑与超越 这里面讲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还蛮 让我印象深刻 嗯 他曾经处理过一个 12岁的女孩 然后这个女孩 在当年哦 所谓的一战二战的 那个年代哦 他就是一直偷窃 哦 就是问题 问题少女 少女这样子 然后他还会跟男生 私混 就是我们家 小太妹的概念 所以小太妹并不会只有 现代才有 但是呢 阿德勒就跟他谈 因为大家都拿他 没有办法 嗯 然后就把他送去 阿德勒那里 有一种送去 辅导师的概念 然后啊 他就问这女孩 然后女孩也很诚实的 跟他讲 他其实并没有 喜欢偷东西 他偷东西没有快感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对对 这就是阿德勒要在乎的事嘛 然后他呢 也其实没有很喜欢 跟这些男生在一起 就是他并不是为了 赢得这些男生的爱慕 嗯 也不是因为姓 这时候弗洛伊德 就到旁边去了 然后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好 那他家德继续跟他谈 就是说 他后来慢慢就说 他说他就想要弃妈妈 他做这些事情 想要弃妈妈 为什么 因为他的妈妈 在他两岁的时候 就跟他爸爸离婚 嗯 在那个年代 这样算是离经叛道哦 有 有可能的前卫哦 然后他妈妈其实就很 因为那个婚姻关系 已经很不好 所以他妈妈 其实并不期待 这个女孩出生 所以女孩出生之后 对他也很不好 所以女孩就有一个 内在的自卑士 他是一个不被爱的孩子 哦 他的主观意识里面 是觉得自己没有被爱的 他被忽略了 嗯 然后 他不被期待的 对 但是一个很内在的动力 好 那我们内在有了这个状态之后 我们就会透过一些行为 想要来处理或消化这个 这个需要嘛 嗯 那有些时候用好的方法 那就是我们大家会比较认同 可是这个女孩用的方法 就是他就是 做了很多让大家头痛的事 OK 可是他的那个目的 其实是为了争取权利 他想要透过做这些事情 气妈妈来告诉妈妈 我是有力量跟你fight的 哦 他创造 他透过做这些事情 然后让大人很生气 鸡飞狗跳 他就有优越感啊 而且得到大家的注意了 得到注意 然后他感觉到 你们是被我操弄的 嗯 因为我做什么事情 你们就会有反应 反应对对对对 其实小朋友 我猜你女儿应该也现在 就有对不对 对啊 他常常说 爱给我听的 所以阿德勒 为什么我说 他的学派 很适合用在教育界 跟家庭里头 就是他会去 以小孩的主观感受 跟心理动力 去做一些诠释 而不是像 弗洛伊德 比较是性的解释 OK 然后他就是 为了女孩做这些事情 不断的闹事 其实是要掩盖 那个内心不被爱的自卑 哦 然后争夺权力 争夺权力 这也是在阿德勒的 这个学派里头 在解释孩子的时候 很大一块孩子的动力 其实都是为了 争取注意力 还有权力 嗯 然后来创造 他自己的优越 只是这个方法不对 所以他的治疗目的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 比较好的方法 克服这件事情 满足他的权力的那一块 需要自己是好的 这个感觉 对对 但是不要用这些 他自己受伤 旁边人也受伤的方法 OK 嗯 这就是很很 很重要的一个 对对对 自卑 我们来诠释自卑的部分 对 那也因为自卑是整个 学派的基础旋律 嗯 就是基本的 所以阿德勒觉得 每个人出生都是脆弱的 都自卑 他就说小婴儿就是脆弱的 嗯 小婴儿就都是需要 旁边人照顾的 对 所以呢 他就会说 不要害怕你是脆弱的 需要被照顾的 自卑的 你要懂得运用这个 自卑的动力 发展出好的生活意义 好正向哦 所以我就跟你讲 被讨厌的勇气 其实是一个 如果用阿德勒的观点来讲 他是非常积极 融入社会的 嗯 他并不是让你说 哦我有被讨厌的勇气 然后我就不要管别人 不是的 这其实完全不是阿德勒的看法 对啊 他是要让你懂了自己之后 三个议题 就是职业 社会 还有性 这三个问题底下 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对这三个问题做的反应 就会显现出我们的生活意义 就是此 这个词 这个人最 活着的价值 嗯 他就说 举个例子 如果有一个人 他的爱情 他的爱情非常的不完美 然后他的职业也不进行 这他的词哦 然后朋友又很少 然后他又发现 他跟同伴接触的时候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嗯 那他生活当中呢 就会对于这些 他应该是假的 他生活就会 他就会觉得 活下去是一件很艰苦 又危险的事情 嗯 因为他代表着太少的机会 跟太多的挫折 所以他的行动就会限缩 到这边大家都可以听得懂吗 我觉得大家可能快黄色了 好 我讲白话文啦 就是一个人 你之所以宅 你工作不好 情感也不好 然后也朋友很少的话 那这样 你很宅的状态 你对生活的意义就会是 你对生命的看法就会是 嗯 你是要来保护自己 免受伤害 把自己宽起来 这样就不要跟别人接触 哦 对他来讲 对阿德勒来讲 现在很宅的人 在他眼里就是 功能 没有发挥的人 嗯 是有状况需要处理的 哦 跟我们现在有的说法是 反正你不爱找别人随你 对 哈哈 哈哈 你不要那么多连结 也没关系 对 但是他非常非常强调 一个人的社会兴趣哦 所以他就有说 如果有一个人 他的爱情很丰富 很甜美 然后工作也有很好的成就 朋友有很多的话 那他就会觉得生活是一个 有创造性的历程 那他就觉得 他的生命意义就会是 对 对同伴发生兴趣 对社会发生兴趣 作为团体的一份子 对于自己的人 对人类的幸福 是可以做出贡献的 这就会是他的生活意义 有没有非常的积极正面 但是现在听起来会 真的会有一种 压迫感哦 对 为什么一定要 好事业 又要有好的关系 然后又要很多朋友 才叫做好呢 对 这就是很有趣 就是不同的学派 在不同的年代 会有不同的看法 嗯哼 嗯 但在他那个年代 其实是 这件事情很重要哦 也对啦 在那个年代应该 也需要真的是一个 嗯 什么都 都是一个蛮好的状态下 对对对 所以 因为资讯没那么流通 那个 那个年代 还是非常强调群体性的协作 嗯 可是到了我们 21世纪 我们科技的发展啊 网络啊 手机 其实他就非常强调 就是我上次有讲 本我的一个蓬勃 对啊 然后你自我无限的扩大 嗯 然后群体变小 相对群体的力量会变小 对 所以我们流行的说法 又不一样 嗯 那我就想告诉大家 说法真的都是有流的 那个年代的 会流行来流行去 嗯 所以你现在认为 很对的是 也不一定是对 那你觉得自己是很错的事情 在别的年代也许很对 所以 它就是一种 找到自己的位置 就是 但是心理学 是要让自己活得自由 然后 好 那 这边就是自卑 嗯 还有生活意义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生活意义 其实你要仔细探索的话 你也会有你对生命的看法跟意义 然后我觉得什么叫做 我此生来为人的一个价值感 跟意义的来源 整个听起来阿德好正面哦 然后要看的是 你怎么面对你的工作 爱情跟你的人际关系 对啊 嗯 好真相哦 很真相 充满着太阳的画面 对 好 好 那最后有一点 我们再来讲社会兴趣 社会兴趣 那什么呢 社会兴趣呢 就我刚才讲的 其实阿德所有的理论基础 都是奠定在 他觉得人就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一定会被影响的 这个 就我前面讲的吧 被讨厌的游戏 真的差很多耶 嗯 我其实觉得被讨厌的游戏 有一点是出版社 为了让这本书好迈 哦 他只截取了某一片而已 对 但是完整的话 你把它全部读完 其实我猜被讨厌的游戏 我没有完整读完啦 我只读前面 但他前面真的很容易让人家觉得 你不要管别人就好 然后 可是我觉得后面 应该还是有拉回去 讲到社会兴趣 OK 阿德勒事实上是很强调 很强 自己跟他人的 他说 一个人面对社会的态度 也会影响他的幸福感 有社会兴趣的人 就是对他人比较有兴趣的人 他的同理心也会比较高 然后他就觉得这种人 活得比较好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 如果你没什么同理心 你对这个社会没有兴趣 你只想把自己过好 在他的眼里 你不算活得好 你会有很多的焦虑 在他的眼里 他会觉得你会太疏离 然后你其实是满满的自卑 才会把人 离得那么远 如果你问我 就是我们先撇掉 这些大师怎么讲 我在实物的工作上 确实存在这个状态 就是 你的实物经验里面 就是我的实物经验 是一个人 不管他来宣称 他一个人活得有多好 或者不是用 我们知道的 他的赚多少钱 那种好不好 对对对对 一旦他愿意面对 跟去处理他内心 有些状态 你会发现 很自然而然的 那些让他很辛苦的关系 或他本来觉得 他跟他人的关系 没有什么重要的 都有改变 所以先真的不要 听一个人嘴巴里讲 嚷嚷的说 我一个人很好啊 我又没爱照你啊 这样 其实也许更核心的 到了治疗的场域 或者是一个 让他安全的环境底下 他会他会有很多的需要 在这里就跑出来 跟人的连结 其实是人很重要的基础 不管怎样 我们在心理学上面 我们都会跟人连结 都需要跟人连结 对 好 那最后我再来讲一下 早期记忆啊 这就很有趣了 我现在有问大家 你现在能记得的 最早的记忆 是几岁 然后画面是什么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最早哦 最早哦 你现在突然间 脑袋里跳出来 你最小最小最小的 那个画面 一个画面也都可以 就是你记得的东西是什么 很重要 阿德勒一定会问你 直到他面前 他就会来问我说 你最早记忆是什么 好 那我来讲我的啦 好啊 我最早记忆 因为家庭那时候问我 我突然间 我就想想 我本来一开始就说 我没有什么 我不记得 我不记得 然后我突然间 过了八多久 我就说 我想起来了 就是我最早的记忆 就是我在幼儿园 那个年代还会拿那种彩色大 就是那个塑胶布 塑胶布 然后玩那个 有点类似躲猫猫 但是大家一直挥挥挥 然后时间听到 就音乐到了 然后要躲进去 那个画面 我在幼稚园里面玩这样子 OK 就救国团的 那当年好像叫什么老师 某一个老师的团康活动 对对对 对 这是我最早最早最早 所以你那时候几岁 应该四五岁吧 幼稚园 幼稚园嘛 对不对 然后你在玩 他旁边有人吗 就我同学啊 OK 就会有很多 跟我一样的小猫头 那你怎么知觉 你跟同学一起玩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只有觉得 那个东西是很刺激 很紧张 很好玩 很开心 对 你现在很开心 然后旁边都有人 有老师吗 没有老师 我不太记得 应该有吧 要不然怎么会玩那个游戏 OKOK 所以有一个 可能在你的画面里没有 可是你知道 一定是老师在指挥 对对对 就是听 我记得是听到音乐 然后停 还是听到哨子停 然后大家就会 瞬间很像看到 就是 就要躲进那个布里面 要让自己躲好 OKOK 其实 所以你在跟我讲 这个早期记忆的时候啊 嗯 我就觉得 嗯 这蛮符合我对他的认识 怎么说 你愿意接受 我的分析跟诠释 OK啊 好 嗯 我们一起长大 对 然后 如果我们难救 这个早期记忆 来分析的话 这是一个蛮欢乐的 记忆情节 对对对 算是一个蛮开心的情节 嗯 然后有同伴 对啊 然后你跟同伴的关系是 是好玩的 嗯 是还算亲近的 嗯 然后是没有威胁感的 对没有 也不是竞争性的 没有 他就是合作性 然后娱乐性 就是在玩啊 对 好 那如果就阿德勒的看法的话 你的社会兴趣是蛮好的 就是你跟他人之间存在的关系 是比较平等 然后友善的 嗯 好 那如果身为一个姐姐 在旁边看你 好 这姐姐 从小还要照顾你之外呢 她还刚好读了一点心理学 来看你呢 嗯 我会觉得我们两个的 我等一下可以讲我早期记 嗯 我们两个的差异其实很大 性格差异很大 对啊 是啊 如果真的认识我们的话 虽然我们是同一个父母亲 嗯 嗯 轩宁相较于我 她真的 比较乐天 你讲的好 好委婉哦 就是 就是比较甜甜的看 如果我们俩对一件事情 同时对一件事情焦虑 她的焦虑程度 可能只有我的一半 嗯 对 就是她 她的 她知觉到的世界 是比较欢乐的 嗯 那我小的时候会觉得 我小时候的说法 不公平的原因是因为 你出生的时候 我们的家庭已经相对好 哦 经济相对好 经济好 然后父母亲相对有 比较多时间陪你 嗯 就是爸妈没那么忙 可是我在出生的时候 哎 哎 这我的分析师 其实也有提醒过 嗯 我在出生 我爸妈在怀我的 那个阶段的时候 刚好是他们要创业的阶段 嗯 就比较忙的时候 就我爸要自己创业 所以他们其实内在是焦虑 相对焦虑 那如果你相信 胎胶那一胎的话 哈哈 我的性格里头 确实是相对比较容易紧张 嗯 然后 我跟他 我跟 我跟人的关系是可以 还不错的 可是那是我后天刻意学的 嗯 跟 萱宁从小 她就是同学很多 朋友很多 老师都喜欢她 对 长辈都喜欢我 完全不一样 即便像现在长大 如果我们两个一起出去 哎 我们上次一起出去 然后你有东西 我又没有的是什么 嗯 蛮常发生的 就常常我们出门 就是大家都会想要送我东西 就是如果我们一起去买水饺好了 嗯 老板就是想要送他两道小菜 哦 我就是没有 我可能点比较多哦 对 那我都皈依就是 我 没有老板就比较小 我就是很容易天生的被 喜欢 对 可是如果从你的早期记忆的话 其实可以预言了这件事情 哦 原来阿德勒是这样看的啊 嗯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的早期记忆是什么 哦 大家可以想一下哦 真的蛮有趣的 我 我其实觉得宣宁现在在起点的位置 也比较多是对外的协调窗口 嗯 算是我们的 呃 呃 大部分的那个员工也都是让你去 呃 经营管理 嗯 然后甚至是很多谈判 我的窗口 我们都先让宣宁去 嗯 那他真的做得很好 这个角色如果由我来做 我可以做 但我应该压力很大 对 放压力也很大 对 就是很有趣 就是人要摆对位置 嗯 他他在经营周旋这些关系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游刃有余 然后 很难够有他自己的节奏 然后也相对也愿意配合别人的节奏 啊 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 那个 你前一阵不住院吗 呃 对 大家有些人可能知道 他前一阵住院 然后我又是那个唯一的 那个陪病者 陪病者 就是谁都不能去 一直只有我 所以呢 我们俩就要被关在一个小小的病房里 然后 共度很多天 然后我就发现我们俩真的有很基础的差别 就是宣宁比如医生跟他讲说 哦 你要住七天 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就是 哦 医生讲的 好 然后我要得住七天 我就会乖乖的 我就开始想说 这七天我要怎么安排所有事情 然后要怎么去做到 哦 好 那个 对 然后他也不抗拒 对 然后他配合度很高 超高 然后我就说啊 你好乖哦 如果是我 医生跟我说七天 我一定开始跟他argue 可不可以三天 对 后来他就说 你为什么都不会问医生说 可不可以说短一点 我说 我心里想 啊医生就说七天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就听他的 我们两个的差别就在这 我就会想要去跟医生讨论说 有没有其他方法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他不是好坏 他就是我们人格性格上的差异 所以我的个性 为什么适合做研究或学东西 因为我会常常想 为什么要这样 哎对 我常常就比较容易顺着别人 他就会顺着 对 但我就常常想的是 其他可能性 跟 我会想要 我的个性里确实有叛逆 跟想要突破一些事情 对 我不是那么好管理跟框架 所以我才会离开学校嘛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 很人格基层 基本上的差别 所以我们一起注意 我们就懂了 为什么大家喜欢他 有的时候会跟我有点距离 是因为我有点小难搞 这样讲也对啊 就是你常常会问一些 就叫你乖乖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么多问题 别人如果你的 自尊不够强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在挑战你 但其实没有 我只是想知道 有没有别的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创造出不一样的结果 对 哦 好 那听到现在那个听众 你可以想一想 你的早年记忆到底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蛮好奇 大家的早年记忆是什么 因为我昨天也问了我老公 就是现在身边每个人都会被我问一下 你第一个记忆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 应该也是会有一些相通性 对对对 就是你想一想你的早年记忆 特别是你在早年记忆里头 你跟别人的关系是什么 Follow you 阿德勒 阿德勒 阿德勒非常强调你跟他人的关系 并不是你自己爽就好 然后你记忆当中 是只有你自己 那你旁边有人吗 你跟其他人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那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所以比如说他书上也有想说 有一个女孩 最早的记忆就是他的爸爸妈妈 叫他照顾妹妹 这好像是我记忆 但我最早的记忆其实不是你 对那在Follow you的眼中 他就会觉得 这个女孩有关怀的人力 关怀的能力 然后呢 他也是被鼓励跟人连结的 会有他人的位置 所以在Follow you的 为什么一直在讲Follow you的 我们让Follow you的退嫁 然后我们现在在阿德勒 在阿德勒的世界里 父母亲叫小孩 多去留意他的手足 其实是一个被鼓励的事情 OK 我们到现在也是啊 对啦 但是就是现在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就是父母亲也不要把自己的 压力跟责任就丢给这个姐姐 或哥哥去承担 对 然后阿德勒非常强调 你要透过社会互动 完成五个任务 就是 有情的关系 工作的关系 爱情的关系 跟自己的关系 还有精神层次的关系 特别是前面五个人 呃 前面三个 有情 工作 跟爱情 我刚才有讲嘛 他刚才就讲 这三个都要搞好 才 人生才是好的 对 你可能有些人听到这边 就是我不想要理你 哈哈哈 没关系 我们就知道阿德勒 他就是这样子想的 对 他就是这样子觉得 这三个就是特别的重要 嗯 好 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讲到 那个早期记忆 下一次我再看看 有没有别的例子 再补充 然后我再来讲 他另外一个学派 也很重要的东西 叫手足的顺序 有些人可能也听过 嗯 好 那我们今天 要来工商服务一下 你听到这一段时间啊 我们的过好人生学 跟阿德 就是你要过好 你在职场上面 你的发展要是好的 对对对 就友情 哎 我已经忘了 怎么办 友情爱情工作 对对对 不管怎样 我们都想要过好人生嘛 这堂课的课名 我们也觉得真的蛮好的 嗯 不管怎么样 你不管哪一个阶段 你都是想要过好你的人生 那你现在听到的时候 会有我们的优惠 就是你可以用优惠 而且我们这次做了一个 很大的大赠送 我们会送 就是你买 你只要买够课呢 你就会有一万红利 对对对 就是我们很鼓励你 听完过好人生学之后 你可以再用红利去 用现金折扣 红利是可以换成 就是你在下一门课的时候 才可以有一些折扣 对对对 我们很鼓励你可以 再去补足你 觉得你可能 想要去精进的地方 这样子 好 所以你听到的时候 好 就 过好人生 折价200 然后再送你一万红利 好 那你就在课程的下方 说明栏 把打开来点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课程咯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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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